好,咱们再过一分钟 行 待会儿估计就是你要对着屏幕讲 有的时候不适应的一点就是说 一个人要对着这个屏幕讲 有的时候会讲着自己会碎去 他们上车就老是说 就对着屏幕讲有点太无聊了 就没有那种很互动的那种 因为大家想在做报告的时候 有那种互动的会比较好 有观众是吧 对,但是咱们这种是无声的 正好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在这无声的参与 也好 对着屏幕讲不紧张 对,是 可以随时 反正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要求 你不用讲得慢一点 讲得慢一点就停了 没有这个时间限制 时间长了都没事的 好好好 希望能给大家讲清楚就行 现在大家文章也出来 大家可以看文章 看过文章的话会 目标更明确一点 嗯,对对对 你们现在还没有开工吗 还是在家办公吗 对,还在家办公 大概下周吧 初步定是下周 啊,好的 都是现在定,我们这 我现在回来也是要隔离一个星期之后才可以 对,一个星期估计都不够吧 这14天嘛 好了,师姐呢 我们就 就现在开始吧 好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晚上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CGM第8017的线上活动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张建老师给我们讲述他最近的一个研究 他的题目是脚台基因主义早期陆地植物的进化 张建老师呢 目前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 05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 10年到15年 10年在中科院植物所获得博士学位 是从陈志端研究员 之后分别在德国马普和美国北卡罗兰那州立大学进行过交流和博士后的研究 其主要的研究方向集中在植物比较基因主学和实用性进化机制的研究 其研究的类群包括早期登陆的陆地植物与特殊生进植物 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 分别在Nature Plant Ell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等重要的国际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 那么现在我就把话筒交给张建老师 请他进行他的报告 大家好 非常荣幸啊 就是小五来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 然后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新事物 然后非常有幸能够把我们 也是一个多个团队合作的工作来介绍给大家 这个也是历时很久了 08年就开始这个工作 我参与到这个项目应该是15年 然后到现在也是大概有五年多了 然后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也非常感谢各方的合作吧 然后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工作 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脚台金族与早期陆地植物的一个进化 我将分以下四个方面来介绍我们的这个工作 先谈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 那大家对这个植物界如果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深入了解 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比较早期的这个陆地植物当中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类群就是脚台植物 脚台植物呢它属于脚台植物门 它有五木五颗和十四个鼠 然后呢这里列出来的这些图片呢 就是在中国分布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脚台类的植物 那它呢是以配子体的世代为主 然后呢它的包子体是寄生在配子体上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长长的这个脚 就是这个脚台的包子体 它是成这个脚状的 全世界的脚台大概有200到250种 应该说在采藓类中脚台是物种最少的一个 它主要分布在这个泛热带地区 那脚台植物为什么引起大家非常密切的关注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系统位置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张图片 这个呢是险类 然后这个是地田就是胎类 然后这是脚台 这三个分支呢就在早期陆地植物 它们的系统位置的这个关系 经历了多年的研究 始终存在一定的争议 近年来也就是在18年和19年呢 这个争议相当于被简化了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争议的位置呢 之前的一些假说呢都已经被否定了 最主要的几个这个位置的关系呢 包括脚台是和其他所有的陆地植物 成为一个解冥群 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脚台 和尾管植物是最近的 然后台和险呢在外面 还有一种结构呢就是现在最为公认一些的 就是通过这个转路组的这个数据都比较公认这方面的 就是脚台呢是在这个排险类的这个基部 然后整个台险分支的三个分支呢它是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单系 然后其中这个地前和这个险就是台和险呢形成一个叫定义为硕饼之物 然后呢现在这个结构论是相对目前比较认可的一个 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 最新1KB的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也是比较支持这种关系的 但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等于是平行的 1KB的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1KB的数据也还没出来 也是对这个也是通过希望做这个基础方面的数据来对这个系统位置呢 做一个检查它到底是应该是怎样的更合理 所以在这个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背景 此外呢脚台类的植物它有非常特殊的这个形态特征 它首先呢它有一个这个粘液腔 这个粘液腔呢是一种中空的细胞 然后在这里头呢会产生有跟它一起共生的一种蓝细菌 一般的都是念珠藻类的比较多 还有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叫做蛋白核 蛋白核呢是跟它这个叶绿体是开启的 然后聚集在叶绿体这个中间 这个蛋白核呢 其实在其他的陆地植物当中几乎非常罕见 就没有发现过 只是在脚台类中发现 而在脚台类当中呢也是经历过多次这个丢失 然后呢但它主要其实是在一些藻类里头 不光是绿枣含有一些硅枣啊或这些一些枣类当中比较常见 然后呢这个蛋白核主要和这个二氧化碳的固定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呢它就是脚台类它的包子体呢是从基部附近的一些分种组织长出来的 就是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然后呢它不像其他的一些陆地植物它是从尖端来进行生长 此外呢脚台类的植物含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特征 就是它和这张图可以看到 它是这个红色的代表是它和一些真菌有共生 然后呢白色的是没有共生 可以看到它广泛的跟一些真菌类产生共生 而且呢主要是来自于球囊菌和毛眉菌这两个门 然后呢还有就是前面所述的 它跟这个蓝细菌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此外呢脚台可以说是目前就植物登陆的一些关键节点上 唯一没有参考基因组的一个陆地植物 虽然有相应的一些初步的测序数据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基因组 一个高质量的参考基因组有所报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登陆节点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简介 就是这个植物它如果我们算上棗类 从水声然后到这个淡水环境 然后一直到陆地 然后呢淡水环境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藻类 目前也都在陆陆续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黄色 淡黄色这个颜色呢 就是从14年到18年19年 这些藻类陆陆续续的基因组都报道了 然后呢显安和台 那就是在08年和17年也都进行了报道 所以说在整个登陆这个过程中 这个脚踏类就成了一个盲点 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基因组报道 所以那这个节点上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也值得研究 那下面来简单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实验材料和它的方法 那么我们选择的是在中国地区的分布也比较多 而且这个整个形态上也有点它自身的特点的一个塌陷 那就是脚踏类的植物 它叫牙包脚踏 这个牙包脚踏的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在野外它比较好分辨 就是在它的液状体边缘 它会形成牙包 这个在其他几种脚踏是没有的 然后它主要分布在云南呢 它有点台湾脚踏 在台湾也有 然后西藏啊等地它都有分布 然后我们采用的是采集到了以后 然后通过它的一个包朔灭菌 然后打开开裂了包朔之后 然后进行单包子培养 然后培养长出这个配子体 就是这个液状体以后 然后再进行扩繁 然后在我们进行培养之后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你去做这个待避染色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发现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蓝色这个位置 实际上虽然我们是进行的是 无菌的培养 然后呢 但是它的这个无菌培养的这个材料呢 实际上它在这个细胞间隙和细胞表面 还是存在细菌 就是我们后来猜测 应该可能是在它这个包朔 包朔期的时候 它内部还已经有 一种的细菌在里面 所以我们谈去看了一些 其他的这个檀验类之后 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发现的确是这样的 在地前人们进行 无菌培养的材料当中 也发现了细菌 而在就是这个泥碳险当中 也可以看到 这很明显啊 就是这些点点 然后它是在它的配子体的表面 以及它的透明细胞 这个腔体里头 也会存在细菌 而且人们研究发现在包朔中的 气氛的风度还挺高 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象到的 这个呢 就对于我们后面数据的处理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整个分析过程中 就增加了比较详细的 有关于这个数据的 去污染的这么一个步骤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展示的这几张图里面 这几张图里 这个是我们脚台的数据 这是我们从网上 download的两个 这个脚台组的 两个已经发表了的原始数据 这个它的金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 从这儿 这个是一个GCA含量 和一个Kimmer的一个 比较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 原则上植物的GCA含量呢 是应该一个比较窄的范围 在中间这个范围 然后呢 这个特别宽的这一块 聚集的这就是细菌呢 细菌它的那个GCA含量的 分布区间很大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 在几种脚台植物 金组测序当中 普遍存在有污染 就是说它有一些 去除不掉的 它一些内源的一些污染 所以呢 我们采用了 在二代进行 Illuminar测序的时候 除了RizTrain处理 然后包括Riz 去做这个Blas比对 去除一些污染 然后我们同期呢 还用这个Kimmer频率 做了一个筛选 然后相对于 把它Kimmer频率高的 都保留下来 然后获得了一个 相对就是 可以去除污染的 这么一个数据 作为一个基础 这是一二代的 去污染后的数据 然后呢 重新我们做了这个三代 三代也用Nanopower来做的 然后呢 除了用二代数据的矫正以外 我们还在它的Riz水平 因为它这个Riz比较长 Riz水平的去污染 会更方便一些 也可以做Riz水平的去污染 去了污染以后 得到一个相对干净的三代数据 三代数据经过初步的组装以后 然后在它的Kinti的水平 我们还进行了一次去污染 然后最终得到一个组装的版本 然后我们整个在分析过程中用了 加上我们的这个讲材的数据呢 总共是19个物种 然后包括 这边可以看这个维冠植物的这个9个 然后还有在前面说的这个硕饼植物 就是这两个其他的太前类植物 包括我们的脚踏 然后包括轮藻的两个 还有绿藻的五个 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结论结果和讨论 然后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基本的我们这个金组的一些特征 它的组装和注视 第二个呢就是从金组水平看它的进化历史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讲材 它登录适应到底有什么特殊性 或者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它的金组组装的数据 金组组装的数据 我们得到了119兆的这个组装的这个 这个讲材的金组 然后它的那个Scafford的N50是1.09兆 然后Contig呢是796KB 然后我们它的功能注视呢 我们是注视了78%的数据 就是78%的它的那个protein 它都可以有功能的注视 然后这里我做一下简要的说明 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是走的普通流程 然后我们没有做什么特殊的处理 然后去注视 然后最终注视的结果会比这个高 但是呢实际上 到后面是个人也提出了这个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 也值得大家借鉴啊 就是有很多注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注视到的是一些 就是没有功能的 或者N0功能的 这些如果把它定义为有功能的话 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去除了一些 类似于这样的 或者是一些潜在的蛋白呀 或者一些功能不明确的 所以最终得到的这个注视的基因 并不是说能达的百分之八九十 不是像其他的那些 被研究的很深的那些被子植物的 那个结果 是不太一样 这里做一下简要的说明 然后呢 从这个Basco的这个评价 Basco如果说 Complete再加上Fragment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我们是89% 然后呢 比地钱和小李万钱要稍微低一点 但我们可以看 如果从Complete Baskco的值呢 其实这三者差距并不是太大 就是因为目前在这个库里头 实际上就是这些比较 早期的这些类群的这些数据并不是太多 所以可能也对它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呢 如果就是将来我们能测更多的转捕组数据 也许对于它这个基因注视 会有我们一个更新的版本 会有一定的提升 目前我们注视得到的基因的数目是 一万四千六百二十九个 然后呢 相对它的注视和组装是比较完整 然后我们对这个基因家族 就是前面前处的这个十九个绿色植物 我们进行了一个比较 比较发现呢 它就这个羊包脚台 它有七千六百四十四个共有的 就和其他这些植物共有的金家族 有四百九十七个它特有的金家族 然后呢 这些金家族如果从这个图上来看 大多数呢 它还是跟它这些 其他的这些都能够有共有的 有一部分是比较多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它的金数目 然后还有呢 它实际上要跟 因为有人猜测 它是不是跟这个藻类更相近呢 其实并不是 因为它跟藻类 其实这种有共有的一些 特意共有的 只有一百六百 还是比较少 它还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陆地植物的一个样子 还是跟其他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跟地钱呢 跟小立万险啊 还是差不多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个特征 就是它的单拷贝金家族 我们可以看到 百分之八十三 然后呢 它是远远高于 它的多拷贝的金家族 这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金的冗费性 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下面 我们做进一部分也会具体产生 然后在这里 我们首先呢 想了解 我们前面提出这个问题 它到底 这个脚台的位置 应该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用前面 分析得到的 单拷贝金家族 当中选了85个 就是大家能够搜到的一个 共有的这个单拷贝的核金 然后建了这个19个 绿色植物的系统发育术 我们这个分别是用 全部这个地域序列 然后用它的那个 编码蛋白的序列 用第一 就是基因序列的第一 第二密码子的 这是一种 然后还有第三密码子 然后我们分别建树 然后进行底角 我们发现得出了两种 错误结构 第一种呢 就是脚台 险和台 它们形成一个单系 然后呢 也就前面所说的这个 硕饼植物 就是台和险 是和脚台这么加起来 形成一个紧密群 第二种呢 是脚台和其他的陆地植物 形成一个紧密群 就像这个 然后呢 到底这两种 我们更倾向于哪个 就是它是怎么样 产生这个差别 我们进行了一个 就是替代饱和度的一个分析 从这儿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R值 它的斜率越低的话 它的替代饱和度就越高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 相对来说 这个氨基酸的数据 要比核干酸的这个数据的 替代饱和度 要低一点 就是这两个比 那我们还能够看出呢 第一 第二密码子 它这个替代表饱和度 要低于第三位密码子 第三位密码子 可以说在整颗里头 第三位密码子它的这个保护性已经非常高了 然后呢 我们认为这个在做分析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对这个系统发育的结论的判断是有影响的 然后也综合就是一些前人的研究对这方面的认识 我们认为呢这个苔藓植物它形成一个单系可能是一种更合理的一个特殊结构 此外呢我们对这个进一步在这个系统数稳定的基础下 然后我们对这个基因家族它的丢失和获得进行了分析 然后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尤其是关注这三个白显类的物种 我们可以看到 在脚台来说呢 它的这个基因的丢失是远远高于它的获得 这个数值是在这里 这个是2000多这是400多 然后呢 地前也是一种类似的情况 这是1000多 那个是500多 但是相对于来说 这个小黎丸显跟它们不是特别一样 它是丢失和获得基本上是持平 然后进一步我们就是说来解释 它一个是单拷贝的这个金家族特别多 然后还有这个 这些方面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它这个全基因组重复事件 可以看到这几种分析中 我们可以要明显的发现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里头这个灰色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桥台 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个是地前 然后这上面这两个是那个小黎丸显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说 地前和我们的亚包脚台 它没有进去这个全基因组复制事件的产生 然后呢 在小黎丸显呢 它里面是有全基因组复制事件的产生 所以说这个呢 也就解释了前面 为什么这个亚包脚台 它的单拷贝基因的架足数目会非常多 也就是说它没有进行全基因组大规模的加倍 它单拷贝的基因数目是相对要多 然后多拷贝的时间比较少 此外呢我们可以发现 从它们这个三个类群的贡献性来比 可以发现它们其实贡献性上 它的区域是很少的 就是说这三个类群虽然是都是苔藓类 但是它们分化时间也比较久远 它们也是比较古老的 所以它们类群分歧比较早 然后能够保留下来的贡献性区域也比较少 下面来介绍一下 它在登陆过程中 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和一些一般性的规律 首先呢我们就会关注到 它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类基因 就是转路因子基因家族 那转路因子基因家族呢 它调控整个它那个生殖生长 生长发育 适应环境各个方面都有设计 然后我们对它这个转路因子基因家族呢 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它们这个三个牌前类的植物 它的转路因子基因家族的数目是相似 基本差不多 然后但是呢它的基因数字 实际每一个里头基因的数字 差异很大 也就是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个小林丸潜 它经历了WGD 就是全基因组加倍 所以呢它这个转路因子的数目呢 可以说是牙包脚踏和地前 基本上是在两倍以上 另外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就是在不同的这个进化节点上 出现的这个转路因子的这个数目 类型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植物进化当中 它有两次爆发 一次呢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等于是在链式植物 就是的祖先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是在早期已经都有的 有些可能是动物里头也都有 然后这是在链式植物出现的这个时候 有出现了很多这个新的这个转路因子 这也是跟它这个环境适应啊 然后各种形态发生的变化 第二次呢 其实就等于是在登陆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伴随着从水声到路声这个转变 然后也又会产生一些新的转路因子 然后呢 具体我们更加关注 就是它在登陆过程中 包括它整个这个形态当中 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这个body plan 就是它形态的规划 它形态将来会长成一个什么样 怎样的能够更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我们所以关注了它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这个基因家族 然后这些重要的基因 挑选了十个绿色植物的物种 然后把这相关的基因的数目进行了一个比较 然后从这可以看出来这个是脚胎 这个是基前 这个是小李文鲜 它这个body plan的相关的重要的转路因子呢 在脚胎里头基本大多数都是单拷贝的 然后呢脚胎里头还能看到有一些是零 零是怎么回事呢 它会丢失一些转路因子 包括MED-C 就是MXC-C型 然后NOX Cluster1 还有RSLR 还有一些跟这个OX相关 就是生长素相关的一些 它也有丢失 然后呢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从小李文鲜 从基前和牙包脚胎来看 它俩的这个转路因子 都是属于这种低容易度的 就是数目比较少 然后而经历过这个全基因组重复的 以后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眼下色不较红啊 这个就是小李文鲜 它的这个基因数目就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牙包脚胎 它表现出的形态就是一种 它的植物的body plan相关的这些基因 在这个基因组水平上是精简的 它跟它脚胎的形态复杂度是相匹配的 那下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NOX基因家族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因家族 这个基因家族中呢 它分为两大分之一和二 这个二主要是在它这个世代交替功能中起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基因 这个是在这里头都有 但这个二它的功能比较特殊了 它就是在这个参与包子体的这个增值的过程 然后前任的研究呢发现是在小林丸险中 它是参与这个朔饼的延伸 而我们前程已经介绍了脚胎它没有一个朔饼的结构 然后呢胎和险它有朔饼结构 所以它叫朔饼植物 那正好它这个基因也没了 但具体这个是不是就是跟它基因丢失 这个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功能证据 当然这个基因丢失它并不只是在我们这个拿包脚踏 因为我们也看了就是1kb的数据 它实际在其他脚踏里头它也没有 就是说它很有可能就跟它朔饼结构没有 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然后综合来把前面的一个经营的总结 就是陆地植物的这个祖先就是在轮早这个阶段 就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一些适应环境的一些原始的形态 就前面这些都有了 然后呢相对于这个就是苔藓类的这些植物 它与形态比较复杂的其他陆地植物来说呢 虽然它的形态很简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节点之前 它该有的这些东西都有了 就是该有的遗传工具包它都已经建立起来 因为它要登陆了 它就做好准备了 所以虽然说不管它这个基因数目多少 但是基本的东西都在那了 所以它基因家族数目是稳定的 包括一些包括跟配子体包自己气孔 或者根系甚至于是输水相关 虽然没有达到就是说完全的导管啊 这一类东西没有 它但是有一些输水细胞已经都建立了 除了就是说这方面呢 还有它讲的还有一些自己特意的一些建策 包括一些特意的扩张的基因家族 我们用它的100个基因家族进行分层俱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有一个Copin超基因家族 还有细胞色素P450基因家族 还有这个PPR基因家族 它们都出现了明显的扩增 那我们这个Copin超基因家族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类种子储藏蛋白 它根据它这个Copin导闷的多少 一个或者是两个可以分成 Mono和BioCopin两种 其中这个BioCopin呢 它是在种子或者是包子里头 它跟种子蒙发提供营养 它可以有肝脏耐受和抗病这些功能 然后呢正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它这个BioCopin在脚台里头的数字是远远 不能说远远 就是很明显它要比其他的要高 在这里头是扩增了 然后我们又进一步发现呢 它的扩增的规律是通过串联重复 而产生了扩增 而这个相应的基因的扩增呢 很有可能就是跟这种抗肝汗啊 有一定的关系 此外呢就是这个细胞色素P450这个加速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里头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呃这边 呃这边这个 呃实际上它是从呃 从这个呃 呃水升到陆升 这个P450加速有一个提升 数字会增加 然后从飞飞网植物到维管植物 然后数字又提高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脚台里头呢 看看它有135个CYP 然后其中呢两个组就是71和85比较多 这71当中比较多呢 我们这个文章中的仔细图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它那个扩增的主要被注视的基因是 呃 类黄酮类的一些呃 这个酮这个酮呢 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啊 就说这个脚台类呢 它这个呃有这个对于细胞器的 呃就是RNA编辑 这RNA编辑呢就跟我们前面说这个PPR加速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通过我们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PPR的这个基因数目 就是编板蛋白数目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对于它这个呃跟RNA编辑密切相关的PLS类的蛋白 它有一千多个 然后呢同时我呃 我们的团队里头又又又帮了 一起来鉴定了呃 呃这里头细胞器里头这个RNA编辑密切相关的 它确实也是呃相关比较多的 然后呢这个RNA编辑 它在它整个适应环境中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它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又倒塌了突变产生了一些微点的编辑 有些通过RNA编辑可以进行纠正 这也对它适应环境有很好的作用 然后呢呃 因为前头我们对咖啡基因 发现它是由串联重复来实现的扩增 所以我们就很感兴趣 这个串联重复在脚台中是什么样 我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发现脚台中如果就是按最小的这个间距来算的话 它有9%点多的这个蛋白编码都是串联的 然后如果是按每个10个基因来进行计算的话 它是有17% 然后相对来说它确实就是比小李婉前和地前当中这个 串联重复的这个比例要高 它呢而且好多这个特意扩增的基因家族 也就是来自于串联重复 然后本身其实这种适应环境的很多基因 好多也前人有报道过确实跟串联重复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了 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这个蛋白核 这个蛋白核呢就是用于碳浓缩 但是脚台是目前陆地植物中发现的唯一一个 拥有蛋白核的一个碳浓缩机制的类群 这其实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枣类中 就很好奇 就是说它这些基因呢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不是只有脚台有 然后几何枣类有 其他的这些植物都没有 但结果不是这样 结果我们这里都还使用了一些 就是公共数据库的数据 然后去挖掘一下深入的 就是看看它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发现除了绿藻 然后再看这些类群当中 其实除了脚台 还有一些没有蛋白核的这些 而且不是被子植物的 其他的一些陆地植物 其实这些相关的重要的基因 它也已经有了 这说明什么 就是说明这个碳浓缩机制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暗氧化的固定机制 但是呢随着这个陆地环境的变化 大气中的暗氧化的浓度在变化 然后那个陆地化以后 这个漫长的进化的过程 就是导致它这种碳浓缩机制 可能在不停的变化 有的在丢失 然后又产生了新的对于碳的这个固定方式 比如说碳三的碳四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各种不一样的 然后它就衔生了新的这个进化机制 所以这个古老子可能就被丢弃了 但是它好像一些基因的印记都保留在那里 但它具体的基因的功能是怎样的 有待于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功能验证 然后如果从脚胎来看呢 这前一段研究已经发现 实际上在脚胎这些类型出现的过程中 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也可以看出来 脚胎对于二氧化碳浓缩机制的保留 一种是一种原始性的体现 另一种呢也反映了它在登陆过程中 对碳浓度变化的一种适应的策略 此外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了有一些细菌的污染 同时呢我们也在好奇 它会不会有一些就真的 是在脚胎的基因组当中 就是转移进去的 所以呢我们进一步 还比较慎重的去做了这个水平基因转移 水平基因转移呢 因为我们就是不希望有一些假阳性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本来就是污染 所以我们用了现在比较公认的 就是一些参数 包括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identity 仅在30到70之间 这种我们才纳入的分析当中 然后呢我们对它这个脚胎特异的 以及苔藓类共有都进行了一些研究 研究呢我们最终鉴定到了 它特异的有14个基因家族 然后分别9个来自细菌 5个来自真菌 然后呢它还有就是苔藓类它们共有的 包括两个来自细菌 一个来自真菌 然后这些功能呢我们也做了详细的这个分析啊 然后发现有参与到代谢过程 氧化还原过程及抗血部过程 所以说这些呢也直接间接的 都是跟这个早期陆地登陆 它是有密切相关的 然后举几个例子 我们看到 第一个这个图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以二全酶 与干旱胁迫相关 然后这个HGT呢 是个脚胎特异的 它主要是来自于二分变形菌 然后另外一个是 NAD结合脱氢酶 它主要是参与演化还原的一个酶 它这个呢是来自于真菌 然后这个位置 在这里 来自于真菌中的胡菌 还有一种 这个就是葡萄糖 钳酸水解酶 它在细胞B的合成中 和修饰中起作用 它这个呢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三个弹险类植物都有 然后它们主要是来自于泥杆菌 还有这个DNA甲基化酶 它与这个DNA修饰有关 它这个HGT呢 这也是三个弹险类植物共有的 然后它是来自于方线菌 然后这个也就不禁会问到 是不是苔藓中只有脚苔也有这种情况呢 其实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发表的这个两篇文章 它们对于这个研究也很深入了 它们我们来对比来看看 就是已经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那个脚苔类会出现这种 来自于细菌和真菌的这些基因 然后在地浅小粒丸浅也同样使用 甚至于在小粒丸浅里头还发现有病毒 来自于病毒的transfer 也就是说通过获得外源的基因 来提高自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这在陆地植物的进化中 可能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台下类植物 它有一些特殊性 有什么特殊性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在它的整过生活周期当中 有两个薄弱的环节 第一个呢 包子蒙发的过程中 它会接触到土壤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就会有一种暴露的机会 这种暴露的机会 就导致在这个过程中 有可能会有这个DNA的一种交流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受精的过程中 受精的过程中 它的精子精卵器呢 是开放的 开放的 它也会导致有可能会出现 这种外源DNA的进入 这两个特殊的这个 生活史的这个周期 也给它带来了一种 特殊的现象 导致这种可能HGT的发生 会比其他一些物种要平坦一点 当然在藻类里头 其实这个HGT也是有很多报道 那么我们综合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文章中 主要发现的就是 也就是说前年发现在这个 有关于胎险类 它这个位置的争议呢 我们倾向于它三支是单系 然后脚台呢 是在于胎险类分支的最基部 然后对于它登陆的适应方面 我们认为这脚台 是属于轻装上阵 虽然我们不能说 百分之百 我们现在这个基因的数目 就是最准确的 但是我们将来可能会更轻反反 但是它的确 它的基因是属于精减性的 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 它是属于 就是容易度很低的一个小基因组 而且呢 它虽然容易度低 但是它不失它的功能完备性 它该有的这些调控功率包都有了 另外呢 它虽然是个小基因组 但是它这个扩张还是有的 它扩张的过程中呢 是通过串联重复来扩张 跟一些环境适应相关的基因 另外它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可以从土壤和细菌中转移基因来丰富自己 这是在苔藓类植物当中 也是一个通用的手段 可以说是偷基因或者叫借基因 来完善自己更好的适应陆地环境 然后呢 对于展望来说呢 可以说这一类植物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遗传长化体系来进行功能研究 这个是会非常有利于这个对于早期陆地植物 是对于整个陆地植物它这个登陆适应过程中的一个检查和认知是会非常非常有用 这是未来也是努力的方向 然后另外呢 就是可能我们将来也会采集更多阶段 更多器官来进行路组测序 然后能够使我们这个它的注视版本更精细化 可能更有提升更完整 此外呢 就是多个脚台类群它的测序 然后进行比较进行组分析 这个是对于这方面研究非常有意义 当然目前我们知道国外的一些研究组啊 就是在脚台组的两个物种马上也会公布 可以说值得期待 也可以大家都来拿来阅读阅读 董事发表了以后 数据远台的进一步分析肯定会有更多的收益 下面就是感谢所有参与本项目的参与人 这个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干成的 其实历史也很久 包括我们早期进行这个我们脚台的培养的 我们组的理学企业 然后包括后期我们分析的复兴星啊 然后包括我们跟公司合作的赵祥啊 然后包括我师兄刘洋啊 然后李宫河啊 然后还有就是Vendipier组里的博士 然后其实这里头需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包括像仙湖职员的张力老师 给我们提供的精美的照片 然后包括我们中心的支持 仙湖职务员的支持 然后复兴农业的支持 都是很多很多人的支持 然后历史也很久啊 差不多十几年的一个项目 终于有一个结果 也非常高兴 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祝大家健康平安 最后希望中国加油 疫情赶紧过去 大家就可以回归正轨啊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张建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告 张建老师将这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庞大的一个工程 从其组装 前期的实验到后期的分析 给我们讲述了脚胎植物的基因组 其实用性进化 如何登陆各个方面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解析 那么下来进入我们的 第二个环境的提问环节 在这个期间 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单独将自己的 Mute键进行点击 然后提问 可以也可以在群里边 打字进行提问 那么我先提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在分离样品的时候 在这个去污染 是如何 如何进行操作 分离样品的时候 其实它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本身 实际在前期培养的过程中 进行的就是一个 无菌培养 但是呢 我们没有想到 进行无菌培养之后 然后就 比如说就二代 我们测完了以后 然后去布拉斯等 还是发现了有细菌 后来 我们精气的发现 然后实际上 它是在它这个 脊胞表面 还是有细菌 然后所以我们在 二代数据 三代数据 都进行了 去污染的这个操作 然后包括通过 布拉斯的方式 然后直接发现 它布拉斯到 这个细菌的剧列上 然后直接进行去除 然后还要进行 高频的Kamer的 一个获得 然后这种保留下来 然后我们不在一个 Kamer区间之内的 进行去除 这是二代的 然后三代呢 我们根据 二代的去矫正 三代的 然后同时呢 三代片段大 然后直接进行 布拉斯 然后进行 就是麦克布拉斯的 然后再进行去除 然后再包括在这个 那个组装水平 也进行过这样的去除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其实在新进发的 就是包括地前的 然后包括最新发的 这个一些 18年这个藻类的 其实它都有 比较详细的 这个去污染的过程 就是说这些物种 实际上 它这个跟细菌 半生的这个过程中 是难免的 都肯定要进行一个详细的 去污染的过程 好的 我想就是说 想表示 谢谢师姐 想表示是不是就是说 很可能脚台 是不是就跟很多细菌 就是一种共生体 它如果是 能够达到非常 纯化的这种去污染 这种水 效果吗 如果想达到 可能也达不到那么绝对 但是可以尝试的 就是比如说做的更 更精细 更彻底一点 就是你在早期 在培养机上 加抗氧素 就整个全程 培养机都加抗氧素 但是你能不能 一直住 也不一定 就是说它可能始终 它生活史上 就是一个跟细菌 一块生长的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 你把有些完全去除了 它就可能长得很慢 我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会尝试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像苔藓类 或者脚车类 它们一般生活在是 比较温饰的一些环境下 但是像在我们的结果中 很多的这些基因 它抗肝汗 抗肤色 它们这些基因 加速爆发了 这些是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 一个悖论吗 还是说你解释 是这样的这种现象 这个 应该它是 它是怎么说呢 其实不是说 所有这个苔藓类 它都是 你要去看它的分布 有很多是在 很极端的这个环境下 然后还有一种 我就是想 它应该好多是 等于是保留了一些 早期进化的一些印记 就是它在早期登陆的过程中 实际上环境 没有现在那么好 然后现在好了 那就等于我原来 拥有的那些东西 我也没丢 我还在我身上待着呢 但是慢慢经过多少年 也许我发现 我的环境又变好了 我这些东西该不要 我就不要了 也有可能 它保留了早期的 那些需要留去的那些基因 经过那个历史 它还没有丢 它还保持那个状态 但是现在确实 现在的这个环境 和古气候环境 还是已经有不一样 它肯定在这个过程中 它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有一些 包括像地前的 好多一些形态 就出现了一些刺激的丢失 就是祖先中有的 后来它没了 它可能就是环境变化了 然后它该丢的就丢了 但有些 它该保留在基因水平中 都可能还留着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二氧化碳固定机制 里头有些基因 那些基因 你说它有用吗 它二氧化碳固定 其实那些物种 它没有体现出用二氧化碳固定机制 但那些基因还在 对对 就是这个原因 好你看大家还有有问题 可以随时发言 三星你好 我是杨俊 哎哎您好 您老师 你好 我觉得很系统的一个工作 我想问一个问题 其中有提到一个 HCP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是 假质化碳 是哪一类 假质化碳的一个 实际化碳吗 您再说一遍 就是其中的 有一个水平转移的基因 里面有一个 假质化碳 从换线经过来 前面仔细分析过 是哪一类的 假质化碳 这个我还没有仔细看 是哪一类的 因为假质化之前 我们也没关注过 然后也是 我这几天 因为我们只是 把那些基因列出来 然后这几天突然发现 确实它是一个假质化碳 但是它是属于 是什么CJ 还是哪一类的 我还没有仔细看 我随后会仔细看 因为我们也现在 关注假质化这一块 是哪一类叫M1 PTL的那类是吗 对 包括我们 其实现在就是 包括它那个假质化组 我们也测了 然后数据没出来 然后我们后期 可能会关注一下 它可能是在哪一块 是出现的 你们用了那个 三代的Nanoport 本身Nanoport 数据可以使得 转移化的 整个音质的 都可以使得 哦 我们之前 还确实这块没有 应该看一看那块 很有意思 谢谢 还有朋友们 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好 张老师你好 我是昆明直播所的 范围书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看你就是 刚才介绍的时候 就是你们是先发现了 它的那个PPR 这些基因有 有一个扩张 然后才进一步联系到 就是去看了一下 它的R editing 是这样吗 嗯 对 其实不是 它的RNA editing 其实是本身 它就之前就有报道 对 因为台显类 因为台显类植物 它除了有 除了有一个报道的 是丢失的话 其实它 就是推测的是 在组线状态 它是有很多的 RNA编辑会点 在它的细胞性 组当中 对 然后它有文章 当中也是这样提的 但是我意思是 就是你们是先做的 那个PPR 这些基因 然后发现有基因扩张 然后才关联到 它的RNA editing吗 还是说觉得台显类植物 它本来就RNA editing 比较高 然后看了它基因组当中 这些PPR 这些基因 我们是先是发现的 PPR基因的扩张 然后再去看的 那个Editing 然后我看还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 这些PPR 这个蛋白 然后就是可能和它的 这个适应环境有关 和这个尤其是 和这个UV相关 我想就是你们 这个是一个推测吗 还是说有没有验证 就是说这个PPR蛋白 然后以及这个RNA editing 然后还有这个环境适应 就是怎么来相互验证 关联起来的呢 它这个可以说 我们还属于推测 就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 一个推测 就是没有进行一些验证 还没有进行验证 好的 行谢谢 大家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是南京农大 马生伟 你好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就是那个牙包脚台 我看到你那个图片 第一张图片里面 我想确认一下 它那个有一个比较细长细长 那个它也是牙包脚台吗 我看到你那个放那个照片 你可以切到那个照片上面 行 比较细长 你能懂啊 对对对 就这就 这个 对 也是 或者是上面那个 那个枣 那个枣子 后面那个细长细长 这种 是吗 这个 对对对 这是它的那个包子体 对 这是它的包子体 就是它的包朔 在将来包朔这儿 既然成熟开裂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散包子 散包子 那它的包子应该是个多细胞的 还是单细胞的 多细胞的 单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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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我们没有想到 它因为它是在这个里头 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但我们没想到 实际上这里的军已经进去了 好的 谢谢 好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先把直播给关掉 然后有问题的话 可以现行 还可以继续跟报告人进行 那我是 queremos 谢谢 而且是 甚至甚至这么高 那么我们可以训练 你们去找这个 为什么我们下来 我们就活着 我们会订阅